封收清晨甘露 妇人也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 既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以赛亚书49章15节 我曾经遇见过几位母亲 他们每天进学校进班级 辅助自己的孩子上学 他们的孩子在身心上 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 有的是知情的残缺 有的是智力无法正常发展 所以他们都必须进到学校 来帮助孩子学习 其中一位孩子是先天性的罕见疾病 从他呱呱坠地起 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 孩子的父母 都有着很高的教育水平 为了孩子他们放弃自己的职业 以及志向 选择不离不弃地陪伴他们 他小学六年级的儿子 身体发展较缓慢 心智也不及其他同才的孩子 这天在读书馆巧遇这位家长 我问 你每天进学校当志工吗 是的 我家住的比较远 为了孩子而转学进到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有足够的资源 能提供孩子的需要 他的身体状况比较特殊 许多食物是不能吃的 我们认为健康的食物 对他来说 确实毒品 因为孩子的缘故 他成了全职的母亲 但是婆家对他总是同一样的眼光 他的丈夫是位很优秀的人才 对于自己儿子先天性的残缺 也只有遗憾 另外一位母亲 也曾跟我聊起自己的残障儿 我问 你每天都提早到学校接孩子吗 她说是的 因为要接她到校外进行长期的治疗 希望她的心智 可以跟得上同龄的孩子 哎 世上只有妈妈好 不是吗 上帝透过先知以赛牙的口 对她的儿女说 妇人也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 既会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亲爱的家人及朋友 无论你在什么样子的光景里 上帝总是不会忘记你 他对你是不离不弃的 因此 我想告诉你的是 耶稣爱你 愿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 愿上帝赐福您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